被誉為地表最強戰車之一的M1A2T戰車 火力強大、防護功能優異 甚至還有高機動度 相較於我國現役主力戰車 採用120公里戰車跑 它的火力是明顯優於現代戰車的車輛 而且它的防護力、機動力 還有作戰的效率也都相當的優秀 正好符合我國的作戰需求 那現在國防部要向美國 採購108輛M1A2T戰車 如今有軍方人士 已經證實今年到美國參與 接裝訓練的種子教官 預計會在今年的11月以前反抵台灣 而首批戰車也預計會在今年12月抵達 這回國軍一共派遣84名官兵到美國參加 為期350天的新型戰車接裝訓練 完訓後也將負責准邊教案邊轉 還有教育訓練等等工作 預計換裝訓練明年要2月開始啟動 絕對不同的確訓練 當時